大家好,我是袁子 一家人都能见到鬼是什么体验 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位名叫方远斌的朋友的投稿 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他的故事 所谓的鬼魂是什么? 在我的不同阶段,我经历过数次灵异事件,从南到北 如果仅仅是我一个人见到了,我还能欺骗自己说是眼花或是异想 但是那些我和家人一起经历的事又该怎么解释呢?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上海市的重点重专 那里是寄宿池,距离我家有几十公里 为了上学方便,我爸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跟我一起住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 我和我爸坐着小货车,风风火火地搬进了出租屋 我们刚一走进二楼的新家,就感到一种来自黑暗的压迫感 我心想,这也太阴沉了啊 进门是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小客厅 门左边是厨房 我卧室的右手边就是卫生间 而我爸的卧室和卫生间是正对门 距离仅仅只有一扇门的宽度 我心里一惊 因为这种结构在风雪雪上是大气 后来我在我爸的卧室门框上挂了一个我从城隍庙里求来的护身符 上面刻着楞严金 还以为这样我们就能安心点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太幼稚了 把家具和生活用品全部整理好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疲惫的我本以为能睡个好觉 但是半夜我突然醒了过来 不是被噪音吵醒的,也不是被人叫醒的 突如其来的清醒让我感觉莫名其妙 睁开眼,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床边 那天的月亮真的很亮 几乎照亮了半边屋子 所以我才能看清那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 那是一个身穿金黄色旗袍留着披肩长发的女人 在月光下,我依然能看清旗袍上有类似凤凰的图案 她双手脱腮蹲在我的窗边 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 最重要的是,那个女人裸露在外的皮肤 包括脱腮的双手 脸上,大腿上全是密密麻麻被刀切开的口子 但一条手臂就有十几道伤口 每条都比成年男性的手指还要宽 在清冷的月光下,十分显眼 她注视我的眼神,十分空洞 我这才注意到 就连她的眼睛上都有裂开的伤口 人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之下 第一反应其实是发愣 我甚至都忘记了去拿摆放在床头柜子上的匕首 直到三四秒后 我才不受控制地大叫一声 往靠墙的那面缩过去 事后想来也可笑 原来自诩大胆的我在灵异事件发生的时候 竟然会这么慌张 过了不知多久 我才装起胆子朝那个女人的方向查看 但她已经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留下的只有窗外倾洒进来的月光 照亮了那个女人刚刚出现的角落 之后我也没敢多想 只是一个劲地安慰自己 是我眼花了 是我在做梦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我从外面散步回来 发现家里的灯都没开 当时已经是八点多了 外面天全黑了 整个卧室也是黑漆漆的 只有我电脑荧幕的光还亮着 借着微弱的光源 我发现我爸正摸黑坐在我的床上 我走到我爸的旁边 正想问他 你一个人不开灯在这干啥呢 突然他抓住我的手臂 速度极快吓了我一跳 接着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用一种怪异的语调对我说 儿子你不要怕 这个房间里 不管是水里淹死的鬼 还是吊死的鬼 你都别怕 你听我帮你挡着 你别怕 什么 严死鬼 吊死鬼 我爸在说什么呀 而且他今天会喝酒这件事 本来就很奇怪 我爸几乎是不喝酒的 也不抽烟 更重要的是 我爸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对于鬼神之说 从来都是持之以鼻 我当时对我爸的状态很担心 联盟问他 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却不再理会我 只是躺在我的床上开始睡觉 留下我一个人在卧室里 站着发愣 看着窗外已经完全黑暗的天空 浑身发毛 仿佛房间前面那条河里 正有一个人满脸青苔 四肢扭曲地从河水里爬出来 慢慢地爬向我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爸猛地站起来 朝厕所跑去 抱着马桶开始呕吐起来 我连忙跑过去 准备给我爸滴杯水 可接下来我看到 我爸呕吐出来的 全部都是红乎乎的东西 数量非常多 但不是血 他的喉咙里还发出难受的乌眼神 吓了我一跳 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 自己站了起来 他没喝水 也没搭理我 而是丢了魂刺地走进自己的卧室 趴在床上 开始呼呼大睡 我站在原地一脸懵 心里怀怯着不安和诧异 却也没再打扰他 那晚就这么过去了 等到第二天白天 我再问我爸 是不是看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为什么说那些奇怪的话时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也没有看我 看起来他的身体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很明显 他不愿意再提起那些事 下午 我爸就从外面 买了一个黄桶葫芦 摆放在他的卧室柜子上 我看一眼就感觉到 这葫芦是正邪的 至于我爸到底见到了什么 我至今也不知道 后来我爸给我带回了 两只可爱的田园猫 据说猫狗都能避邪 猫弟弟眼睛大大的 每天都喜欢呆呆地 盯着我的眼睛看 我心里不得不怀疑 这么可爱的一只小猫 能避邪 估计真遇到鬼了 他会吓得第一个 钻到床底下躲起来 那是一个和刚搬进来的时候 一样晴朗的夏天 两只小猫在我旁边追逐打道 我趴着玩手机游戏 直到睡着 迷迷糊糊间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水母 在大海里飘 突然 一只巨大的手 伸进海里抓住了我 吓得我从梦中 惊醒了过来 但是我只能睁开一只眼睛 四肢和身体 也不受我控制 跟梦眼似的 我看到黄色的猫弟弟 站在床上 直愣愣地看着我 一动不动 平时他这样 我会觉得很可爱 但是在我身体 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是很恐怖的 而且仔细一看才发现 猫弟弟似乎不是在看我 而是在看我的上面 但是无论我怎么挣扎 就连一个简单的抬头 也做不了 而这时 我真切地感觉到了 脑门上被什么轻飘飘的东西 轻轻扫过 冰冰凉凉的 就像刚从冰棍里 拿出来的女人头发 我头顶上到底是什么 我不敢再想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床下传来了猫姐姐的叫声 她似乎正在床下走来走去 我突然恢复了身体的支配犬 猛地坐了起来 身上早已满是汗水 我的第一反应是 刚才是不是做梦啊 但是眼前的猫弟弟 还是只愣愣地看着我 我甚至怀疑 她是不是被吓傻了 于是摸了摸她的头 她温顺地蹭了蹭我 然后走到我身边 贴着我躺下了 望向窗外 已经是黄昏了 阳光照射在飘窗上 黑夜起相来临 某天夜里 两只小猫都已经在床尾睡着了 我看了一下手机 十一点半 该睡觉了 不然明天在学校能困死 我订好闹钟放在枕头旁边 准备学校 刚一关灯就听见 这一声从窗外传来 那声音非常尖锐 像一个女人的惨叫声 惨烈的就像那个女人 正在被人扒皮 我一下子精神起来 连忙跑到飘窗上 想看看什么情况 惨叫声连绵不绝 而且居然是从楼前面 那条河上传来的 肯定不是我听错了 我还不至于这么笨 小河距离我的窗户 大概有三十米远 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和人 我当时偷无笔铁 拿着手电筒 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了半天 没发现什么异样 而且周围的邻居 也都跟没听见似的 没有任何动静 河边没有任何灯光 也没有人活动的迹象 但是我确信 那声音 就是从无人的河面上传来的 我突然联想到了一种 让我毛骨悚然的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声音 是从河面下传来的 但是很快又否定了这种想法 先不说 人不可能张着大嘴 在河里发出声音来 就算是一个防水音响 开到最大声 丢到河里 也不可能传出那么清晰的声音 更恐怖的是 那个声音明显在移动 一开始在无人的河面上 后来竟然逐渐移动到了 我楼上的位置 之后 惨叫声不绝于耳 我听得头皮发麻 常识告诉我 这可不是什么刑事案件 就在我被吓得不敢出声时 我分明听见 那个惨叫声 来到了我家门口的楼道里 我脑子里幻想着 一个被扒了皮的女人张着大嘴 一边大声惨叫 一边慢慢地飘 从河面上飘到我的楼上 再慢慢地飘到我家楼道里 接下来 它会飘到我家门口吗 会飘进我的房间吗 此时身边的两只小猫 没有任何反应 还傻乎乎地睡觉 这就不合常理了 难道说这个声音 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 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 那个声音持续了半个小时 突然戛然而止 当时为了不打扰我爸休息 所以我决定 第二天再去问他这件事 可之后向他提起时 他却表示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见 更恐怖的是 那个惨叫声 我不止听到过一次 每一次都会持续 至少半个小时左右 我感觉这个地方斜得很 于是就提议搬家 之前我爸考虑到 其他地方租金太贵 所以一直没同意 可这一次他没再反对 于是就这样 我们从岳浦三村搬到了家定 时间到了2013年的夏天 我妈因为工作调动 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当时英雄联盟火遍全国 一有时间 小海就会来到我家里 和我一起玩游戏 你一局 我一局 十分快活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由于放学比较早 中午小海就说 冰哥 等会我跟你一起回家打游戏呀 我感觉被人叫哥很受用啊 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天气有点阴沉 下午闷热异常 天是灰黄色的 好像要下雨 回家以后 我俩一起吃完我妈做的饭 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 我妈懒得搭理我们两个 玩游戏的小孩子 就一个人回到卧室里休息去了 两局游戏结束后 小海选了潘森 开始了一局新的游戏 我在旁边目不转睛地 看着他操作 心里想 下一局我一定要拿个超神 坐在这时 我突然听见 我妈卧室方向传来了一声尖叫 惊恐异常 那段时间 我中二病正在发作 家里到处都有 我从网上买来的铁棍 植虎之类的冷冰器 我的卧室也不例外 卧室门口就放着一个铁制紧棍 听到尖叫声后 我马上起身 双手抄起井棍冲向我妈的卧室 由于我妈和我的卧室之间 大概有四五米的距离 所以从我听到尖叫声 到我进入到我妈的房间时 也不过三四秒的时间 接下来 我彻底懵了 首先 我看到的是 我妈半坐着 惊恐地靠在床头 身上还半盖着被子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进门的一瞬间 我分明看到 有一双灰白色的人腿 正在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姿势 往床下钻 动作十分迅速 快到我只能模糊地看清 那双腿的颜色偏灰 光着脚 以膝盖朝下的姿势 乱蹬着钻入床底 那速度快得不像是人类能够做到的 我扔了大概两秒钟后 马上握紧了手中的颈棍 同时 迅速冲到我妈床前 趴下看床底 但是床底空无一人 没有任何东西 甚至连床底的灰 都没有被触碰过的痕迹 床下的空间 大概只有二十多厘米高 对于我来说 是不可能钻进去的 至少我的头就进不去 那么刚才我看到的那双腿的主人 是怎么以那么快的速度钻进去的 又是怎么做到 不留任何痕迹彻底消失的呢 我反复确认了床底和卧室 没有藏人这个事实 然后才开始问我妈 你刚才怎么了 我看到了两条腿 那是谁呀 我妈带着哭枪说 刚才她在自己床上看小说 看到困了就决定去睡会儿 正当她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抓住了她的脚踝 接着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猛的一拉 把她整个人往床底下拖拽 那感觉真实无比 她拼尽全力猛的坐起来 想看看是什么在拉她的腿 却是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双 正在往床下钻的腿 而且我妈整个人 确实被往下拉了十几厘米的距离 床单上我妈被拖拽留下的褶皱 清晰可见 当时我惊骇无比 连忙跑回去叫起了正在守防御塔的小海说 我们家可能进贼了 让她也拿了个棍子 和我一起检查 哪里有人藏过的痕迹 我妈被吓得不轻 一直跟在我们两个男孩子身边 和我们一起检查房间 但是千真万确 窗帘后 衣柜里 床底下 都没有任何藏过人的痕迹 门窗也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 那么那双灰白色的腿究竟是什么 我妈惊魂未定 来到了我的卧室 坐在我和小海旁边 还不停地喘气 她说 刚才真的吓死她了 我当时就联想起了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 猪辱罪犯 钻入家中藏起来司机作案 但这还是无法解释 那双腿的主人 是怎么当着我的面 不留痕迹的完全消失的 我坚信 只要是人 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猪辱身材矮小 方便藏衣也不行 我又想到了 床扮里有没有可能藏人 但是很遗憾 床是质量很差的木箱床 没有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 此事再无结果 以后的岁月里 我不止一次 回想起这件事 也许是那人用了障眼法 也许是楼板下有机关 那人直接掉到了楼下去 但是我亲眼目击到的 那双腿乱蹬着 钻入床底的画面 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方远兵的技术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这一生会经历很多 现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由于认知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是我眼花了 是我听错了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不过谁又知道 在另一个世界里 鬼妈妈是否正在 安慰着哭泣的鬼宝宝说 不要怕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 那么对于这件事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下留言讨论 然后我们也要脚脚的 下车元论区多安排 这是那一季的 在这种方便